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荣制成的灸条 还有用爱荣制成的灸帽 可以插在那个增上 这个是有烟的灸 还有无烟的灸 就是烧了以后它没有烟 那么我们说这门课是真酒学的基础 那真酒学它包括了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础的部分 就是经络疏血 经络疏血 那么经络疏血 就是说我们人体身上有经脉的存在 而又有鞋位分布在这个经脉上 所以我们用针刺它 或者是用灸条点燃以后来心烤它 它都可以产生刺激作用 产生刺激作用 就可以调整经脉的气息 就可以调整脏腑的阴阳 就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 所以我们把经络疏血 称为真酒学的基础 真酒学的基础 那么第三 我们要学习经络疏血的罚詹史 就是说它是基础 那么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要说经络疏血的发展 也可以说代表整个真酒学的发展 它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么它来源于什么呢 实践 因为我们中医在古代就用来作为一种治疗和保健 这种治疗和保健是中国中医特有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当中 不断的去认识它 去发现它 去总结它 所以它的来源 就是在独特的这种医疗保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真酒 你看在最原始的时候 新时期时代的时候 那一块的工具是磨制过的石款 那我们的真酒呢 就是用石头加工过的针 叫做扁针 是吧 又叫扁石 那么他们那会儿就可以拿这个扁石来刺激协胃 按压协胃 解除那个地方的疼痛 所以我们说它的发展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 那么过去我们都认为 中医的这个真酒的这个理论呢 最早是在这个内经 因为有文字记载 已经比较清楚 但是通过这个考古 出土了很多 这个比内经还要早的一些书籍 那就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 出土的汉墨 里面有文字记载有经脉 那么第一节我们就要讨论 经络书写相关概念的形成 就是说这个经脉 这个血位 它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也是参考了很多的文献 进行历史的学习 和相关资料的学习 我们推论 我们推论 可能它最初的形成 和下面几个问题有关 第一个呢 对气血运行的认识 下面我要一个一个的分析 对气血运行的这个认识呢 和针灸和推拿 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呢 和我们的气功倒影 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呢 是人类得了疾病以后 他们怎么来总结这些经验 第四个呢 就是这些血位 在不在使用的情况下 把它归离的联系起来 第五一个呢 就是解剖 古代还是有解剖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像在清代 王亲人啊 还在那个坟地里面 去把那个死人 拉出来看他的内战 那么第一个呢 对气血运行的认识 气血运行 它是一种现象 我们从外面可以看到 有血管 有神经 看到血液的流动 这是表面的 那么还有一些 是我们不能够分析 也还不能 就是了解的 那些现象 那些现象 但那些现象 怎么去认识它呢 在内心里面 他认为 除了血以外 还有一种 推动这个血液 运行的气 这种气 气可以在身体里面走动 身体里面走动 也就是说 气行的话 血就行 血行呢 必须也要气来行 那么这种气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 我们可以感觉到 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个感觉 第一个就是针刺 推拿 我们说 原始社会的时候 它用的是 点石来刺激 是吧 那么刺激这个部位 除了这个部位 它有酸脏的感觉 那么随着工具 时代的发展 这个生产工具 不断的改进 它就有什么 有骨针 有骨头柱的针 有竹针 有金属柱的 比如说青铜器时代 它就有青铜针 铁器时代 它有铁针 那么这些针 比石针 就要更小一些 针刺到血位的时候 它的感应 就更宽一些 是吧 所以针刺到某一个血位 它就会有一种感觉 这种酸麻症 它会沿着 一定的路线 传到 这个就是气 这个就是气的一种感应 我们受饰者的一种感觉 另外一个 就是古代的气功 倒影 它们在如近 在调整 呼吸 在做肢体运动的时候 它们需要用意志 来把这个气 倒到某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它就感到发热 或者是发凉 这个炼气功的人 它们有 大周天 十二条经脉 它都可以走 小周天 它可以走 任脉 毒脉 这个是需要 这个是需要静 需要配合肤脂 需要专注 它确实 好像有一股气 是严肃 这样走的 这个是气 的硬性 这个气功 我已经讲过了 第三个呢 就是疾病的症状 疾病的症状 就是说 有一些疾病 它的疼痛 不仅仅在某一个位置 比如说心痛的时候 在心胸部 这个地方很闷很战 然后呢 又发现 这个肩背部 也在掌控 再下来 这个手的这个位置 也痛 那么有了这些病症以后 他们会把心和肢体的 这些感受 这些疼痛 联系起来 把它联系起来 心痛的时候 它可以沿着这个手 这个路线 传导到这个肢体上 这个是对一些症候 所以每一条经脉 上面都有它的 对这个丈夫的 敏感的部位 那么这些经验呢 它把它积累起来 这个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就是邪位的组织 那么在延始时候 他们用一个邪位 治疗一个病 那么慢慢慢慢的 他们把这些邪位 记下来 反复的使用 反复的印证 不仅这个邪位 可以治疗这个病 而且呢 还可以治疗 利他比较严 到的那个病症 这个就是 血位的组织 而后来发现 这些血位的组织 都排在一条线上 都排在一条线上 比如说 你 他就会把这些血位呢 集中起来 形成一条线状 一样的排阅 第五一个 就是 解剖的知识 解剖的知识 更重要的 中医 发现 或者说 认识 这个经脉的时候 主要还是从 精气的感应 从精气的感应 而解剖学的 这个观察 是一些大体的 比如他们看到 内脏以后 看到心肝脾肺肾 除了他们这些脏器以外 就还有一些 管状的东西 有一些网状的东西 这些东西 那 还不是血管 也不是神经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那可能还是经络的组成吧 还是经络的部分吧 这样 根据 这个解剖的 这个大体解剖的 这个观察 也和 这个 经络 联系起来 联系起来 那么 这个是经脉 那血位呢 血位又是怎么发现 血位 它也是来源于石检 我们的祖先 在长期 与疾病 作斗争当中 奴隙的 发现了人体身上啊 有一些 特殊的部位 这些部位 它可以治疗 某一些疾病 某一些疾病 那么经过反复的实验 反复的印证 这个血位就固定下来 这是 那么根据我们的推论 就这个推论是有根据的啊 根据历史 根据考古 推论 推论呢 它有这么几个方面 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哪个地方痛 就在哪个地方 真是 这个是本能的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肩痛 可能我就有意识的 在这个地方 按呀揉搓 或者是 拿吹风机吹一下 啊 或者是 拿 瑞毛巾 敷一下 哎 这个地方 疼痛减轻了 这个地方疼痛减轻了 那么以后 它痛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按呀按呀 这个就是 最早协位的 呃 出现 啊 就叫 在瑞金里面 叫做 以痛为疏 就是哪个地方痛 我就在哪个地方 去揉按它 去刺激它 啊 如果是有针灸 我就用针灸 去刺它 啊 这个是 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通过一些 无意的 偶然的发现 偶然的发现 比如他在 劳动当中 把这个手的 拇指的 内侧 划破 除了血 哎 出现以后 他感觉 他的咽喉部的疼痛 怎么会就减轻了呢 因为原来咽喉部 还很痛 这个 除了血以后 结果这个不痛了 那么这种经验 他就反复的使用 反复的印证 所以 这个血位 就固定下来 啊 这个是 无意 发现某一个血位 某一点 可以治疗某一种病 这个是 第二点 第三呢 是在检查病人的时候 啊 检查病人的时候 这个医生 对病人 要进行切针 切针不仅是 前脉 还要按腹部 还要按肢体 按压的时候 他某一个点 特别的痛 特别的痛 那么这个点呢 就反映这个病症 他就是反映这个病症的 这个点 那么就把它记载下来 记载下来 现在我们 就是说 如果我们 下面还要讲 这个经浪 的临床应用 我们都要讲到这个 灵感点 某些丈夫 在某一些部位的行为 特别敏感 他可以作为一种 针断 第四个呢 就是在检查病人的时候 他不是痛 他感到特别的舒服 哎呀 压到这个地方 好舒服 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呢 啊 有这个体会 那么按照这个地方 特别舒服的这个部位 哎 也可以作为斜位 那也可以作为斜位 那么反复使用 就把这些案子快然的 作为斜位 啊 作为斜位 啊 我们推下 斜位的发现 和斜位的不断记录 可能就是经过这四个方面 啊 经过这四个方面 第二节 经络书写 理论的发展 啊 经络书写 理论的发展 经络书写 理论的发展 和针灸 的发展 是相提并论的 因为 征记和改进 对斜位的刺激的深度 强度 感应度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这个 经络书写 的这个 发展的话 和针灸 发展 是离不开的 所以第一个 它要发展的话 它的功绩要改进 啊 功绩要改进 那么在古代呢 它主要就是用的石针 随着这个 社会的发展 有了金属针 在内经里面 就有九针 啊 就有九种针 而且这个灸呢 它也不仅是用树枝 草根 而且是用爱来制成 那么在 这个还没有完全形成理论的 这个时期 在春秋战国的时期 就有 比较有名的针灸大夫 这个叫 医缓 医合 他们是擅长用针灸治疗疾病的 啊 已经有 这个针灸 擅长一针灸的医生 那么 在先秦的时候 就有秦爷仁啊 扑他的名呢 就是扁去 他曾经带领他的弟子 紫阳紫报 到国国 啊 去救治国太子的尸井 什么是尸井 知道吧 啊 这个人突然一下倒下去 倒下去了以后 好像看着是像死了一样 比如说 像中暑啊 啊 低血压啊 啊 一下昏倒 回头看到某一种东西 哦 那个人在流血 好吓人了 我一下就倒下去 啊 啊 在昏解下气 但是不是死 啊 昏解下气 那么就认为国太子已经死了 就请这个扁去 去给他争治 他就带上他的弟子 紫阳紫报 去了以后 哎 他摸他的扶杨脉 就是脚背的那个脉 是吧 啊 还在微微的跳动 啊 他的颈部的这个脉 还在跳动 那他就用针 给他针赐什么呢 针赐了三阳五会 这个鞋位 就是北会鞋 啊 古代称为三阳五会 北会鞋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前后正中线的中间 两个耳朵这样比上来 是吧 就是前发际如发如称 后发际如发其正 如果简便的 就是两耳间对上来 前后正中线 就针赐这个鞋位 针赐以后呢 他就苏醒了 啊 他就苏醒 那么 这个就是最早应用针灸的案例 啊 在这个史记的参攻流传里面 最早记载针灸治疗疾病的一案 就是扁局给鬼太子治疗尸警 那么 第四一个呢 就是马王队出土的 这个百书 百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 丑子之类嘛 尖之类写称的书 是吧 那么我刚才给大家讲过 就说我们以前都认为 针灸 记载针灸 啊 最早的书籍是绿经 后来在长沙的马王堆 出土了 汉代的墓 汉代这个墓里面 他有很多这个北书 啊 有很多这个坚写的这个书 而且还有一记仪诗 啊 还有很多的中药的方记 那么经过这个考古 真理 就把这个北书呢 有关针灸方面的 就总结了两本 一本叫做 脚背十亿脉鸠经 脚背十亿脉鸠经 脚就是下肢 背就是手 啊 他缺少一条经脉 手经 心包经 没有在这个书上 那么真理者呢 把一本就称为 脚背十亿脉鸠经 另外一本 叫做阴阳十亿脉鸠经 那么他是汉代的墓 根据考古 这个墓呢 是汉以前 就是周朝的时候 周朝的时候 那么就说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文字 记载了经脉 啊 就记载了经脉 而且记载了十亿条 还记载一些血位 他用揪的方法来揪 那这个增久经 落的有文字 记载的这个历史 就大大的提前 就大大的提前了 这个 那么我们同学们就要记住 我们要问你 任术经脉最早的著作 是什么 那你们怎么回答 叫北书 然后呢 是脚背 脚背 脚背十亿脉鸠经 阴阳十亿脉鸠经 这两个书是记载经脉最早的著作 最早的著作 这个是第一个要记到的 那么战国时期开始逐渐的形成 这比较成熟的这个书 是内经 内经 内经大家都学过 内经 他分数问和灵书 数问和灵书 而这个书 灵书经 它有灵书和数问 每一种都是多少篇 八十一篇 是吧 而在灵书经里面呢 有四十五篇 是嫩素针灸的 是嫩素针灸的 超过一半以上 所以就把灵书经 称为什么呢 真经 就称为真经 那么灵书经 它主要是阐述了 血位的名称 血位的部位 血位的规经 以及哪一些血位要用真 哪一些血位要用旧 要用旧 并且把这些血位呢 做了初步的分类 但是它记载了多少血位呢 一百六十个血位 左右 还有加上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在灵书经里面 记载这些血位 有一些是有名字 有一些只有部位 又没有名字 这些整领内经的这些专家 他们统计出来 都有多一个少一个 都有多一个少一个 但是一百六十个呢 这个是比较公认的 左右 那么 素问和灵书 他们主要是对中医的理论 阴阳五行 丈夫经络 精气 都对中医的 这个基本理论 都做了阐述 所以我们说 这个内经 是奠定了 针灸学 奠定了针灸学的发展 是基础 它奠定了 以后就在它这个基础上 进行补充和发挥 所以内经是针灸学的 这个前面论述针灸方面 的一本书 那么到了西汉时期 著名的医家叫纯乙 又叫参公 那么他用针灸给人治病的时候 他已经明确的提到了 某一个病 用某一个血位 而且把这个血位呢 称为书 他专门写了一个书 叫 论书所基 就是说这个血位 它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位置 回者呢 把它称为贬究处 这个是 初步对血位 进行了定位 第七个 成熟于汉代的 就是滥金 滥金呢 它是对内经的补充 内经的补充 内经里面 比如说提到 积金拔卖 但是他没有 具体的 把积金拔卖的作用 他的 每一条经脉的行星路线 还没有明确的记载 还有内经里面 提到五书行 只提到了这个 但是内经 他就加以补充 而且还和 阴阳和五行 配合起来 应用 还有这个 圆形 就是 血位里面 有一部分 特殊的 叫圆形 那么内经 只是提到 也是补完整 也是滥金 加以补充的 所以 滥金呢 是对内经 的一个补充 一个完善 一个补充 一个完善 这个呢 同学们都可以 借这个书来看 第二一个 大的时期 就是 从东汉到 从东汉到三国 以及两进 那么 东汉三国的时候 我们就 不再提他 我们着重是要讲 近代 近 就是 在 近朝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 真酒家 叫 黄浦立 这个笔西要记住 黄浦立 他在 述问 灵书 还有 灵汤 孔邪 制药 这三本书的基础上 他 加以 汇总 气调重复的部分 进行 真理 在这三本书 的 内容里面 加以 调理化 那么 他就 做成了 什么呢 真酒 夹义精 真酒 夹义精 那么 真酒 夹义精 他有哪一些 贡献呢 在这个学科的 发展上 他有什么 就是说 突出的地方呢 第一个 他对协位 进行了 大量的补充 我们说 在内津时期 只有一百牛十个协位 那么 黄浦密呢 他的协位是 三百四十几个 所以他大大的 发展了协位 第二个 他在协位的排列上 他头面 膝盖 他分区的 这样排 你说 润脉在中间 然后 就是 顺基 然后 在胃经 在脾经 分布的 这样排 在手上 他就按照 经脉的行形 手太阴 肺经 手经 心包经 手绍 因心经 他就按 经脉的行形 这样来排 这个是 血位 就很规范 就很规范 这是 第二一点 第三一点 这个 对协位 每一个协位 首先是他的名称 第二 他的定位 怎么 这个协位 怎么来找 比如说 活骨鞋 那活骨鞋 在第一个 掌骨的 中间 是吧 那他就是 给他定位 第三一个 这个协位 要增多身 要揪多少段 第四一个 这个协位 他可以治疗 哪一些病 第五一个 他 有没有副作用 比如说 活骨这个协位 如果润腹 你就不能去 争刺 争刺 它会引起流产 所以他把整个协位 规范的 非常明确 那么我们现在 学的这个书 学的这个书 有349个协位 都经过考证 从甲义金来的 都是从甲义金来的 所以甲义金 是我国 最早的一部 针酒专注 他对后世 有什么影响呢 有专家这样 评价他 就甲义金 是做到了 承先 起后的作用 以后的这些 甲义酒著作 没有一个 不参考 甲义酒 甲义金的 这是 对他的评价 第二一个呢 对国际的影响 甲义金 在公元 五百 六十一年的时候 有无人 知冲 他就 带了这个 甲义金 还带了 林书 书问 登渡 日本 到了日本 日本 就 把这三本书 作为医学生 笔修的课 笔修的课 所以这个影响 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说 甲义金 是在内经的基础上 进行大大的发展 又再一次的 使这个针酒 催移完善 协味 金诺 这个笔修要记住啊 甲义金 是谁做的 是哪个朝代的 在近代 还有一个医家 叫国宏 他住的走后 笔记番 走后笔记番 挂在手上的 是吧 挂在手上 急真的 就像我们在病房 开个急症手车 有什么特殊的病的时候 翻来看一下 哎 该用什么药 那这个就是 我发现这个病 要先拿一个血味 啊 所以 那么他最早记载什么呢 记载 纸雀 和爱揪 人中血 来救助 除死 直到现在都在用 如果我们同学中暑 突然一下倒下去了 你第一件事怎么样 赶快把它放停 是吧 用手 去查人中 啊 查他的人中血 哎 人中血就有 心脑开窍 啊 心脑开窍的作用 所以直到现在都在应用 第二个人 他 对血味的体现 他提出 一夫 法 一夫 法 这是 这四个指 并起来 这样来量血味 用病人的 这个十指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并起来 啊 量一下 这个是多少秤 三秤 啊 那么三秤 这儿有一个血味 啊 是三秤的 我们就这样量 脚下 啊 内怀上三秤 是三胶 哎 用一夫法 这个是 国宫 最先提出来的 啊 那我们就下课 休息十分钟 啊 啊 谢谢观看